看一下我们九哥在做什么 九哥 你搞这么多河野干嘛 过年的时候 河野包鸡 孙孙儿子都爱吃 还有链子 好漂亮 好了 扑抓他也掉了 哎呀 老婆我送给你 还有的吗 好幸福 九哥 小赵今天找我们去送一下他们吧 你不早说还来得赢吗 还有一个小时应该回我们集结去靠高铁 知道吗 可以啊 我先想跟你说这件事我也想 你连于这个意思想去说 去说说说 那走吧我们出发 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小子音 子音 这个衣服谁买的 妈妈买的 起不起饭 起饭 起饭不 去那边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知道了 今天走了 有没有什么想跟爸爸妈妈说的 想跟爸爸妈妈说家里面要注意身体 嗯 注意一点 不要担心我们了 因为家里面想去哪里玩去哪里玩 好的 好的 但是你们在外面好 你们在外面也要注意身体 把生活搞好 还有就是子强你要多吃水果 呃 该和老公的时候要学会和老公 该撒娇的时候要会撒娇 这样才会成为一个幸福的女儿 不要给老公去计较什么 把心放大一点 是就小了 最重要是自己要开心要过好自己 你老公你也知道他那个人 你多关心他一下 注意他的生活了 你那个有多久好 对 嘿嘿嘿 给他帮他 吃好不好 好 今天不能吃牛肉 两个最重要要开心好 嗯对对对 不难吃 对吃牛肉 不能啊来那边玩嘛 对啊 嗯对 好的 我过年又可以看到我第二个孙孙了 哈哈哈哈 我跟你说 最重要的家是讲爱的地方 不要去真过 我谁赢了 谁赢了都没用 谁赢了家里都输了 输了家对吧 我知道你最讲道理了 不能我都不想跟你说 就是因为你很讲道理我才跟你说 真的 我觉得你还是蛮听话还是蛮好的 所以我才跟你说 如果你不听话 不说说不听的话 我我还跟你说什么对不对 浪费口水啊 那我就不说了 对吧 啊自己也注意好心底啊 也 嗯 嗯 好了 姿姨你妈跟奶奶拜拜 哦你的姿姨 耶 教教也好 教父老婆孩子 拜拜 拜拜 智英 那不得就在那里丢着还得成的 这家里要举心的 今天爸爸跟儿子穿一样的衣服 看到没有 两个项链好多样的 裹不掉啊 小子音不跟我说话了 拜拜